早安,我们要离开银顶高原咯 现在要去吃早餐 三天两夜的银顶高原就这样过去了 没事的银顶高原我们要来几次都可以来的 定酒店马上开车就可以到了 这家Reserval Hotel不错,很好 睡得很舒服,它的床好大 要下山咯 要check out的 全部是auto check out的 走咯走咯,你看亮仔的水果 我们车停在B1 忘记了我的车在哪里 我们要check out咯,离开咯 我们要check out咯,离开咯 里面的银顶高原 今天天气这么好,哎呀我要回家了 前面没有银顶到,惨了 这里是前马来西亚天气最冷的油站 很多人来这边打卡的 就是BATTON油站 就是BATTON油站 很多旅游巴士来咯 银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看到吗,很多很多旅游巴士来咯 证明银顶的生意特别好了 证明银顶的生意特别好了 在银顶高原柱啊 睡醒就下山的啊 不再进赌场的啊 直接下山 这种人就属于不是烂都的 如果睡醒就去赌场一阵子 等下才回的啊 那个就属于比较偏向 比较喜欢赌博的人 这里原本讲要做多的 现在没有进行啊 它的工程停下了咯 我们喜欢来这里吃早餐 尤其是这里的印度煎饼 这家酒店设立马来西亚 没有什么人住的 泼泼烂烂不爽小 这里就是BATTON油站 哇 这里来个重庆 纸包鱼咯 我们就喜欢这一家 ROP的那个 印度煎饼 印度煎饼 你够购买吗 哇 漂亮 哇 那还是这么好吃啊 哇 哇 那还是这么好吃啊 哇 哇 哇 这就是他好吃的印度煎饼 好吃好吃 哇 哇 哇 全部叫SPOT CAR 都现金而已 我们两个这样吃才16块而已 好便宜哦这里 OK 我们吃饱咯 要下山了 下山下山 吃饱咯 我懂了呀 这里的豆工程已经停掉了哦 希望他不要坐 不然的话 堵车就麻烦了 哇 这里的工程起得好快哦 嗯 叫水哥买一间 还不用 哎呀 女权 他讲印度每天有给 免费的房间 何必要在那边买一间 所以很辛苦咯 今天又要想办法拿300分 才可以 啊 维持着我们的金卡 所以要拿300分 每一次上来 要想办法 拿了20分 来10次 还200分哦 不够用哦 水哥讲下山之前 他要买 斯大坝来的哦 斯大坝 他来这边斯大坝 喝咖啡心 来云顶半山 喝星巴克 云顶半山的星巴克 这是半山的星巴克 这里的星巴克到银顶高原上面哦 他的价钱比较贵的 这杯水哥买的贵3块钱 这杯咖啡如果在 呃 银顶三下哦 就是吉隆坡那买 16块半 这边卖19块半 所以在这里到上面到银顶上面 星巴克咖啡是比较贵的 16块半的变成19块半 贵3块钱 对面的工程 骑得很快哦 如我如图的带骑 这里也是很旺哦 这里 这里是云顶半山 越来越旺了这里 人很多 OK我们要下山了 这家家乡田园河好吃的 我卖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去Buggetting E逛逛 去那边买点水果 我们走乡间小路去Buggetting E 快到咯 这里下去就到Buggetting E了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小城市 到咯我们到Buggetting E了 这里就是Buggetting E的小镇 Buggetting E的小镇 Buggetting E的小镇 警察踢在右手边 OK转左下去就是Buggetting E了 呀 这里很多水果啊 很多东西吃啊 看到吗 这就是Buggetting E 这就是Buggetting E 他怎么在那里喝咖啡呢 他记得吗 还可以买了甘凤蛋 他等一下有买 甘凤蛋 甘凤蛋 这里面找个停车位 哇那么多甘凤蛋啊 幸好这里一个位 这就是Buggetting E的小镇 这里就是Buggetting E 这里就是Buggetting E 这里就是Buggetting E 好啊 不知道要是Buggetting E的小镇 这个是Buggetting E的小镇 日本镜头啊 日本镜头啊 对 那里面的那个 以前都有的 那里面的那个 那里面的那个 那个 铭子 铭子啊 先铭子 铭子 铭子 盖 哇这都全部都是卖鸡蛋的哦 这样比较远逢 这里就是Bugetting 老招牌35年老店 这都没有菜 太两包了 那么多水果 好生意哦 这里的特色就是水果很新鲜 鸡蛋很新鲜 是很多在这边买 买了三包 三包番薯一包八块 三包二十四 回去给我哥哥在巴生的 这番薯很甜的咯 这银银高原上面都卖很贵 我买这两包三包 一包自己 然后一家一包给哥哥 他去找哥哥 三种不一样的番薯 一包八块 这边两二十四块 两包四十八块 就在这里买 继续买啊继续买啊 买了一大堆来便喝杯咖啡 少甜啊 这里咖啡很好喝啊咖啡 这边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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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喝的 看到啦 面包很脆很脆的啊 Good啊 这个面包真的很脆哦 很好吃很好吃 Very good啊 我们喝完咖啡咯 现在要回去吉隆坡了 这辆车可以停在路中间这样哦 停在路中间买东西 把整条路挡到完 这点酱啊 你出入什么蛋都有哦 我要珍珠的一些 你要拿18块还是拿19块 拿19块的啊大力的 19块的啊 我们买了一大堆啊 鸡蛋买了两排 只有这里有卖珍珠蛋 麻草蛋 所以要买回去冰城 因为我冰城那边买不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Buget定义了 Buget定义 哇这里还有猫山王啊 一公斤30块 30块哦 我们今晚去巴生过夜 要这边吃肉骨茶 我们现在去巴生 我们到罗巴生今晚就住在这里 哇这个就是我们要住的酒店 OK我们check in好酒店咯 现在要去找地方喝咖啡 等下夜一点来找我哥哥吃饭 这家酒店是普普通通通啦 就是过过一晚而已 因为我哥哥住在巴生 连今晚我还要找一个老板吃饭 也是在巴生 所以就顺便在那边过一晚 明天就要回槟城咯 明天就要回槟城咯 我们来到Jalan Meru这边 就是巴生的Jalan Meru 哇这边好多东西吃啊 来到巴生就看到Buget定咯 这家来春都古茶好像是出名的咯 来春 哇这边好多东西吃啊 就在巴生 哦这盖饭不错 来到来春不吃就不可以咯 来到来春不吃就不可以咯 这里就是来春的古茶 一定来试着 好不屌料 有点好吃哟 来到巴生云要吃肉 多好一碟 来春不吃 CL 吃肉 咯 八端就一定要吃肉口茶 喝茶 看这里的饭很香 炒来咯 哇 一个人味这么大哦 我们在大厂酒吃啊 两个人味是这样哦 这个是一人份的 好大耶 很香耶 可以放点牛葱 ok 到了 来一下菜 让水哥试一下味道 Good啊 Good Good 我要试了 试一下汤就知道了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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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里生意上好啊 好像很多 这时间差不多要3天咯 它的肉很软好吃好吃 味道又很香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 哇 吃到好饱啊 看它的沙波就知道了 这位生意很好啊 你看它非常多的药材 这药材有汤的 这个肉骨它好吃哦 我们叫它加汤 第二次也好第三次好 它的汤的味道不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透明减料 不错这个啊 可以来吃 来一吞豆腐茶 来一吞豆腐茶啊 你看它这个病哦 你就知道它生意很好啊 看到吗 我相信早上一定要来排队的这里 我现在看到了它 特殿的看到吗 豆腐茶 我们太饱了 吃不下了 那个青菜吃不下了 猜猜看我们这样吃多少钱啊 这个是一个的味道 那不是生意的 我们这样吃34块半 8币34块半 吃饱了吃饱了 我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就在这家来一村 我们下来一村 我们下来 «烤酒店» 就在这家里下5分钟 吃饱了 我们下来看